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鬼谷 第三部 幽灵矿工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五集 众人闹哄哄的注意力都在救护车上 没有人注意到 风君子此事已经悄悄离开了 在外人眼里 直到是年轻人贪婉出了意外 还好有惊无险 有几个年纪大的还摇头叹息了一番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下午的会议推迟了一个半小时 但是还是按照既定日期 接着召开了 风君子没有参加 这一中午的时间 没有人知道风君子去了哪里 去干了什么 当刘万山原秘书等人想起风君子似乎不见了时 他突然又出现在矿区医院的门口 风君子当时是来看林真真的 但是却在二楼走廊里 被袁秘书带着两个工作人员给拦住了 袁秘书一本正经的告诉他 林小姐在井下困了一天一夜 出了点刺激 目前精神状况不正常 情绪也不稳定 也是说啊 暂时不能让任何人打扰他 刚才来看望他的人呢 我们已经都劝回去了 往风老师也能配合医生的工作 风君子似乎早就料到原秘书会说这么一番话 一脸关切的表情问道 我知道他受了刺激 所以才看他的 你们让我进去吧 别人都这么说 也都回去了 风老师 也回去吧 我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不去打扰林真真是应该的 我却不能不陪他 小原听了这话有点奇怪了 风老师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了呀 风君子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是他男朋友 现在他情绪不稳定 正需要我来安慰 你们怎么能不让我见他呢 这一番话 小原倒是从来没听说过 林真真是从北京来的 风君子是从滨海来的 到这里也就两天时间 其中有一天 林真真还被困在矿井之中 这就搞起对降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啊 但是 看风君子的样子 说话的语气一点不像在说谎 但是 小原今天上午在会议室门外 已经让风君子骗了一回 这次也不怎么相信他的话了 正在谈论之前 从走廊侧间一个房间里 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护士推门走了出来 他面对风君子 自乎使了几个眼色 又冲楼下打个手势 由于小原他们是背对这个护士的 没有看见 但是风君子却看得真真切切 他觉得其中有古怪 于是对原秘书说 你们不让我看我女朋友 我回头再跟你们讲道理 既然医生这么说 就先这么办吧 如果你们矿区医院没办法 我要早点给真真办转院手续比较好 说着转身下楼 原秘书等人都松了一口气 风君子下楼走出医院之后 并没走多远 找个僻静地方停了下来 似乎在等什么人 果然过了没多久 就有一个苗条的身影走出医院 一边走还一边在张望 风君子在暗处小声招呼了一声 那人发现风君子的所在匆忙赶了过来 来人是个女护士 还穿着矿虚医院的制服 看上去而是五六岁的年纪 长相甚是清秀 只是面色苍白 显得比较憔悴 等他走到近前 风君子首先开口问道 你找我有事情吗 女护士似乎不敢抬头接触风君子的目光 逼着头笑声说 你是那位邻居者的男朋友吗 那你一定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了 看来刚才风君子与小元在走廊的对话 他都听到了 风君子瞪着眼睛 仔细上下打量对方 这种眼神显得有点不礼貌 尤其在对面站的是一个年轻女子之事 只听风君子打道 我不是他的男朋友 刚才是骗那些人的 我只是有事情要问他 不知道为什么 风君子没有撒谎 而是说了实话 哦 对方语气有些失望 他接着说 这位先生 真不好意思 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 你不是好奇 你也想知道锦下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这样 张文青小姐 风君子语气平淡说着 女护士的身体似乎微微一震 抬头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叫张文青啊 风君子笑了笑 语气温和了很多 看样子我没认错人呢 你不要惊讶 你哥哥张文正的情况我了解一些 也知道她有个妹妹叫张文青在矿徐医院当护士 我想在医院碰到对这件事情好奇的护士 恐怕十有八九就是你了 张文青说 您真是好眼力 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我哥哥呢 我叫风君子 跟矿上没有关系 只是碰巧遇到了林真真这件事情 你别害怕 我没有恶意 我对你哥哥的事情也是很感兴趣的 不过现在我更想知道林真真的情况是怎么样了 林真真心里糊涂的被人送到医院 接受身体检查并没什么伤 但是大家似乎不太理会她说的话 她在检查期间短短续续的向人讲述 她自己在井下的遭遇时 周围的人无不带是惊惧的神色 在女人当中林真真算是胆大而且豪爽的那一类 但是她并不笨 她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隐情 检查了身体 洗完澡 换上病号服 吃了一顿病号饭 然而医院的检查还没有完 又穿着白打褂的医生 给她照瞳孔 做脑电图 甚至敲膝盖等等 林真真虽然不懂医学 但是她也觉得 医生好像在给精神不正常的人做检查 全部检查结束之后 小原秘书又带着工作人员来看望 小原与其说是看望 还不如说是来询问的 林真真终于有机会详细地讲述一遍她镜下的经过 并几次问小原张文正是怎么样了 小原神情古怪没有回答 只是劝她好好休息之后就离开了 林真真确实非常疲惫了 但是她躺在床上却怎么样也睡不着 反反复复琢磨着她从井下上来时所发生的事情 她发现一切古怪的事情 似乎都是在自己喊出张文正这个名字之后开始的 此时她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就想起前一天中午和风君子一起看见的墓碑 那墓碑的名字不正是张文正吗 林真真之所以到现在才想起墓碑上的名字 倒不是她反应迟钝 而是时间上不允许她静下心来去联想 她突然想起了张文正的墓碑 也不由韩茂倒树突然害怕起来 张文正 昨天看见了张文正墓 那块墓碑是新的 这人死了没多长时间 难道自己在井下遇到的 想到这里 林真真几乎立刻就想跳起来去询问别人 自己遇到的张文正和坟墓里的张文正是不是一个人 此时林真真觉得 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病房里是那么的阴散 哪怕有一个人陪她说说话也是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衣裳退门走了进来 来人穿着白大褂 戴着白帽子 胸前挂着听诊器 还隐隐实实捂着一个大口罩 看不清面目 从打扮上看是医院的大夫 林真真见有人进来 刚想招呼一声 却见大夫冲她做了个手势 示意她不要说话 林真真正在迟疑之前 大夫摘下口罩 却让她大吃了一惊 这个人不是什么医生 居然是风君子 风君子 你怎么来了 还是这么一副打扮 小声点 我这混进来的 他们派人守在走廊里 不让我来看你 我偏要来看看 我看他们能不能认出来 结果这些笨蛋 一个也没认出来 什么 有人守在外面 为什么呀 这事情啊 待会儿都跟你慢慢说 你猜 我是怎么混起来的 看你这副样子 当然是有人帮忙了 谁帮你的 你猜的不错 帮我的人 就是张文正 什么 张文正 林真真一下子 从床上坐了起来 瞪大眼睛 看着风君子 风君子摇摇手 示意他小声一点 他说 我话还没说完呢 帮我的人 是张文正的妹妹 张文青 她的这个医院当护士 你没想到吧 林真真 一听到张文正的名字 就莫名其妙的 打了个冷战 追问说 你也认识张文正吗 你见过他了 还有 我们两个 昨天在看到那个墓碑 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张文正 又是什么人啊 林真真的一串问题 像连珠炮一样 狡风君子 不知从何打击 他只好低声 对林真真说 你别着急 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你能不能 先把锦下 遇到的事情 仔仔细细的 再说一遍 林真真又一次 将自己在锦下的遭遇 和风君子转述了一遍 此时 她已经想到 张文正可能是一个鬼魂 不仅又惊又怕 连声调都有些发抖 但是 当她回忆的过程中 又觉得 那个张文正 对自己 似乎并没有恶意 不仅没有恶意 而且表现得相当友善 渐渐的 又不是那么害怕了 说完之后 林真真又问风君子 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他们在锦下 没有找到张文正 看我就像看怪物一样 风君子笑了 对林真真说 我相信你说的话 完全相信 其实判断一个人 撒不撒谎 并不难 对那你来说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你不可能编出 这样一个故事来 那这个张文正 听着 你不要害怕 我们看见 那个墓碑上张文正 就是 你在锦下碰到的 那个张文正 这个张文正 就是一年前 遇难的矿工 我见鬼了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 这个张文正 对你没什么恶意 他只是 有事情 想托你帮忙 什么事情啊 你当时也下去了 你看到他了吗 我没见到 但是我知道 你还记得 你上来时候 张文正 给你一样东西吗 对了 是帽子 他给我一顶矿帽 那个矿帽 有什么古怪吗 帽子里有东西 张文正 托你带出东西来了 我好像看见帽子 被刘总拿走了 你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刘总 有什么发现吗 风君子神秘的一笑 说 帽子是被刘总拿走了 但是我想 他没什么发现 东西 我留下了 你留下了 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呢 你知道 我小时候住的一个 很大的旅社里吗 跟跑江湖的 学了不少戏法啊 如果 让你们看清楚了 就不叫魔术了 你究竟拿了什么东西啊 风君子 似乎答非所问 反而问林真真说 你知道我后来 要到矿坑里 有什么收获吗 什么收获 林真真 有点莫名其妙 我看见了一首词 张文正写的词 我也看见了 你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笔记 张文正的笔记 这样我还肯定 这件东西是张文正留下来的 急死我了 到底什么东西啊 帽子里有一份遗书 张文正的遗书 张文正交给林真真的帽子里 确实有一份遗书 这份遗书写在一块颜色发黄的土棉布上 似乎是从衣服上撕下的一块 自己看上去是用矿千石写上去的 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 正面最上方写着 张文正一书几个字 下面写着似乎是他的家事 骨肉亲情难舍 欠我娘两百 欠某某某一百 重新用设计了一千元 给了某某某 还有别人欠自己的款 押金一千六百五十元 某某某一千元 加班工资四百元等等 后面是写了给妻子最后的一些交代 教育好女儿 孝敬父母 将来定有好报 一定要火葬 不要给家里添负担 把这份遗书翻过来 反面写的是关于旷难的经过 二月十四日中午 二号坑作业面 发生瓦斯爆炸 我下到三号坑通知工人撤离 发现三号坑坡道已经塌陷 返回呼救救援的路上 发现主坑道塌坊被困 已经十三天了 我还有下面三号坑的三十六名工人 获救的心网很小 其他这份遗书 希望有人能够发现 我一生不曾亏欠别人什么 死后也要将事情交代明白 这份遗书的落款日期是2003年2月27号 封君子并没有把原件带在身上 他和林真真看的是复印件 林真真看了半天 明白了一件事情 自己遇到的恐怕真的是张文正的鬼魂 而张文正见他的目的就是拖他将这份遗书带上来 看完之后他对封君子说 这份遗书说的是张文正的家事 主要是他本人的债务问题 我想应该交给他的家人才对啊 为什么刘万山和王明高这两个人都这么紧张呢 封君子没有说话 又拿出另外一份复印件 这份复印件是他从读书馆带出来的 内容是关于一年前旷难的一则通讯 通讯内容上上文已经提到了 2003年2月14日 矿区所属某矿井因瓦斯爆炸发生他方事故 事故发生之后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泽广亲自坐镇指挥 经过六天六夜的抢救挖掘 终于救出了被困井下数十名工人 事故只造成一人死亡 由于领导指挥得力 措施及时 尽最大程度挽回了损失 这名遇难矿工就是张文正 林真真看了半天 说 这也不对啊 张文正的遗书上提到 井下好算是六名工人呢 难道他们都获救了吗 封君子摇了摇头 张文正的遇难位置 应该在二号坑道往上 三号坑的主坑道上 三号坑在这个井的最下方 如果张文正遇难 那三十六名矿工也不可能获救 你是说矿上隐瞒甚过真相了 不仅仅如此 你看看 这篇通讯发表日期是二月二十五号 而张文正的遗书上日期是二月二十七号 这说明什么呢 林真真倒吸一口冷气 惊叹说道 矿上宣布救援结束 只有张文正一个人遇难的时候 张文正根本就没死 而且另外三十六个工人 也是生死未卜 封君子无言了点点头 林真真难难说 怎么可以这样呢 现在情况复杂了 我发现那个副总刘晚山 好像想借这个事情 搬到另外一个副总王明高 所以王明高看见刘晚山 拿起那个帽子时 心脏病就发作了 林真真说 他怎么知道那顶帽子里有文章呢 那就要问你了 你上来大喊大叫的 说在井下碰到张文正 张文正又给你一顶帽子 吓都要把他吓死了 这件事情和王明高 又扯上什么关系啊 名义上 那个矿井属于国营大矿所有 但实际上 十个人承包的小星没谣 承包人 就是那个小原秘书爱人的姐夫 这也扯不上王明高啊 小原秘书 就是王明高爱人的表弟 实际上 这个没谣的承包人 就是王明高自己 只是通过了亲戚的名义 这是哪门的亲戚啊 说简单点呢 就是王明高他表舅子家的一条蛋 你好像不太了解这种国营大单位 复杂的人事和亲缘关系啊 我原来呢 在类似的企业工作过 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没想到 这么短时间 假的倒挺清楚的呀 现在不管别人家的亲戚关系了 秘书到你手里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还需要再想想 不过 你现在一定要注意 不要再和人说 你在矿坑的遭遇 遇到张文正的事情 就算说了 别人也不会相信的 反而会怀疑 你别有用心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一口咬定 那是在非常害怕的情况下 出现了幻觉 睡一觉起来之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知道了吗 你现在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来找你 林真真确实非常累了 在封君子走了之后 尽管他心里仍旧很不安 但是无法抵挡的倦意袭来 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其实封君子也一样很疲倦 他还想去找张文青 或者刘晚山问些什么 但是回宾馆之后 天色已晚 他本想在床上稍微休息一下 却也是沉沉的睡了过去 煤矿的会议 原计划是三天时间 前两天是参观和讨论 最后一天是董事会公告 进新闻发布会 其实这一切只是一个走过场 会议的核心内容 是关于青江煤矿的投资项目研讨 也就是青江股份 这个上市公司的增发新股项目 就算没有这次会议 一切会按程序通过的 但是如今加强上市公司制度建设 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口号之下 公司象征性的邀请了一些专业人士 投资机构 媒体代表在煤矿所在现场 召开这么一项项目研讨会 按原计划第三天已经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了 林真真的事件在外人看来 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插曲 不足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工作日程 然而最后一天的会议 却没有如期进行 会议延期倒不是因为林真真 而是因为会议原定的主持人 董事兼副总经理刘万山意外死亡 刘万山死于意外 说具体点死于凶杀 说的更确切一点是死于谋杀 事件就发生在 奉君子从医院回来那天夜里 地点就发生在张文正和林真真出事的 那个坑道口外 没人知道刘总半夜跑那去是干什么去的 从现场迹象来看 他死于歹徒袭击 被人用盾气击中后脑 相派出所和县公安局的刑警 接了报案之后 已经到达现场进行取证调查 突然出现的意外 使煤矿混乱好一阵子 幸亏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泽广 触遍不惊 一方面派专人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工作 另外一方面 果断决定工作不中断 原会议推迟一天后继续召开 并亲自出面 向参会人员进行解释和安抚 指示全力 做好招待工作 这件事情对风君子来说也是个意外 他本想在第二天找刘万山问更多的情况的 可是没想到刘万山却死于非命 他隐约觉得刘万山的死和张文正的遗书有关 当然也和王明高有关 想到这里 他非常担心 立刻去医院找林珍珍 还像上次一样 趁着没人的时候 化妆进入了病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